沉着风欣赏美景 还有甜点美食饮品伴手 与身旁好友来场很chill的轻旅行吧 这是大稻城夏日节的活动之一 搭乘蓝色水路游船观赏烟火 还有水岸上灯饰 倒映在水面的灯灯相应景致 又别遗忘的码头印象浪漫又魔幻 我们在每个周三还有最后8月20号 总共有7加1场的烟火秀 所以在这段时间来到我们的大稻城 不管是在商圈或者在河岸漫步 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大稻城的景致 那我们在周一到周五 其实都会针对不同的客群 做一些主题日的部分 比如说银法族啊 闺蜜啊 或者是亲子或者是上班族 就希望大家在不同的时段 然后可以在不同的时间 来体验我们大稻城的美好 那这个部分还要提醒 其实我们大稻城有非常多特色的部分 包括我们的一些换装体验 或者是我们一些中药茶 这些的不同的一些特色 都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 能够在8月20号之前 来到我们大稻城 我们各个商圈的业者 也都有不同的优惠 大家可以运用不同的主题日 可以拿到不同的优惠特色 然后来体会我们大稻城 因为我们的烟火呢 其实是在我们的河岸上放 所以从我们的淡水河往北 从台北桥这边来看的话 其实就会看到不同的风光 然后再搭配我们河岸两边的一个城市的景观 所以体验的绝对是跟我们的岸上不一样 就因为在岸上其实你只能看到一侧 那其实在河面上的话 你如果在河面上可以从我们 不管是从台北这一端 或者从新北这一端看的话 都可以看到比较广阔的一个烟火释放的一个景观 我们希望越以往呢 大稻城的活动 我们的情人节活动 大概都是主要都是在情人节 七夕情人节前夕一个周六 那只有一天的活动 那这次我们把它拓展成代状 就希望呢 把它打造成一个夏日的庆典 因为通常一个观光活动 我们都希望它不是只有一天放烟不是的 我们希望能够长期的带动这个部分的人潮 所以我们把今年特别改造成一个 长达五十一天的活动 那我们当然希望越大稻城的部分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观光客还蛮多的 那我们希望就是除了这个部分 我们还希望说在河岸的部分 因为其实近几年台北市 在我们的河岸观光 其实已经有不同的一个风貌 包括我们最近刚刚完成 水利处刚完成一个提币的一个重新的产会 那这部分也是我们新的一个观光景点 那我们预期当然是希望能够带动数十万的人士 来能够在这段时间到达的大稻城 大稻城夏日节活动期间 每周一到五都有主题日 符合主题的民众可以获得船票半价优惠 及商圈限定优惠 合作船家也会加码安排萨克斯丰演出 为油城增添风采 那今年我们把它扩展成 从7月1号一直到8月20号 总共有51天 长达这个8周左右的这个时间 那非常欢迎这个全国民众都到台北来玩 那第二个特色呢 它就是我们今年会特别加上 这个水上跟岸上的光环境的故事 那其实本来在大稻城这个码头 本来它就我们有后备市集 像这样子的一个存在 它其实就本来会吸引非常多的民众到这边来 那我们希望呢就是在这个特地再加上这个游船 它的这个灯式的布置 还有在岸上这个灯的串联呢 让大家在夏夜到河岸来 享受着晚风 看这个河岸上的光的景色 更能够体验到体润到这个夏天这个氛围 那当然我们还有这个最重要的 大家最主目的这个烟火 那我们在这段期间每个礼拜三晚上 每个礼拜三晚上的八点半 我们会有一场这个中低空的这个烟火 它相较于规模不会有这个 8月20号那一场那么大 但是它仍然是精彩可期哦 那到8月20号那天呢 我们就会一场这个压轴的这个 高空的烟火秀 那非常欢迎全国民众在锁定 就是在夏天的期间到台北来玩 那另外呢在每一天呢 就是又长达51天出了礼拜三的这个 我们的烟火释放之外呢 其实天天我们都会有蛮精彩的主题日活动哦 包括礼拜一我们就是有这个 这个影返日 只要65岁以上的民众 你到今天礼拜一到这个地方来 出事身份证 你就可以享有我们的这个 优惠的床票 那另外礼拜二就是闺蜜日 礼拜三情人日 礼拜四上班族日 还有礼拜五的亲子日哦 这些都是只要每一天 你知道符合你的身份 到这边来 你就可以享有相对的这个优惠 那另外当然刚刚其实试者 已经跟大家介绍很清楚 就是中边的这些 我们这个商家跟这个业主呢 其实都推出了 很精彩很丰富的 这个响应的这个活动 那包括有这个奇葩的用会体验 运衣机的体验 然后有文序派对 本草派对等多 在岸上走逛的游客 同样能体验岸上光环境 周边商圈还推出不少响应活动 像是本草派对 永乐广场 稳床市集 台北地下街夏日寓一季 今年也与在地 岛内散步旅行社合作 推出精选大道城深度游城 认识在地店家私访故事 另外大道城码头货柜市集 或临近宁夏夜市 演三观光夜市 也能享受在地特色小吃 记者林习惠 温宇郡台北报道